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应该怎么说 首先我们要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判断一下 说当我们这一次表达当中 既有原因又有结果 到底先说结果还是先说原因 先说什么 先说结果 这可以达成同时对吧 因为在商务沟通当中也是有标准的 原则来说要先说结果 后说原因 因为叫做商场如战场 商场和战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时间紧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战地记者往回发报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这样说 说前线的天气怎么样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他必须得说什么 这一次战斗到底是胜了还是败了 对吧 好 所以先说结果 好 那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在商务沟通当中 一定先说结果后说原因吗 大家说不一定对吧 好 大家说不一定 大家猜下个问题我会问什么问题 什么情况下先说结果 什么情况下后说结果呢 大家考虑一种场景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说啊 你的下属啊 来找你汇报一次工作 进到办公室以后呢 拉着你的手跟你就什么 说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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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十分钟 后来你实在忍不住了 你说小张啊 今天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场景 好 所以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啊 当我们的原因特别长的时候 原则上来说一定要先说结果 后说原因 好 各位 那大家听一下我的这种表达是先说的结果还是先说的原因 我说董事长 今天下午三点的会开不成了 因为呀 王定理小孙的时间不行 会议室明天有人预定了 唐总也不在 所以我建议改到周四上午十一点 您看行吗 我先说的结果还是先说的原因 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案例当中有几个结果 两个 一个是今天的会开不成了 第二个是改在周四上午十一点开 您看 行吗 好 所以把结果说全了应该怎么说 周董事长把今天下午三点的会改在星期四上午的十一点开 您看 行吗 这叫完全的叫什么 先说结果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先说结果 后说原因 好 考虑第二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些原因能被分类吗 有几类原因 首先是可以分类的对吧 一共有两类 最直观的一类是人的原因 一类是会议室的原因 原因可以分类 那大家觉得小孙能不能被省略 你要看什么情况下可以省 什么情况下不能省对吧 如果小孙啊 这个会议他只是个劣席人员 他职位最低就可以省 这个会啊 小孙要做什么 做汇报 其他老板要基于他的汇报做决策 就不能省 同理 会议室能不能省呢 也一样对吧 要看他这个原因对于结果达成的什么 重要性 好 所以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说原因是可以被分类的 能不能省取决于他们对于结果达成的什么 影响的重要程度 好考虑第三个问题啊 原因分完类以后 能不能被概括 所以三个人可以概括是什么 参会人员的时间 行还是不行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会议室的时间 行还是不行对吧 所以原因是可以被概括的 这是第三个问题 好考虑第四个问题啊 当我们去说王经理小孙和唐总的时候 这三个人有没有顺序 有对吧 对直观的什么顺序 唐总 王经理和小孙对吧 所以是职务顺序 一定要这么排吗 答案就是什么 不一定对吧 所以他有很多要素决定 取决于企业文化 有一些企业里边 所有人都是什么 都直呼姓名 这时候可能这企业文化就不要求你 一定要这么来排 那有些企业里边 你必须按照什么 职务来排 那其实他隐含的顺序是什么呢 重要性顺序 好 所以第四个问题啊 这三个人是有什么 表达的时候是有顺序的 好 来考虑最后一个问题啊 当我们要去说服一个人去做某事的时候 大家觉得是肯定的给出原因更有说服力 还是否定的给出原因更有说服力 肯定的对吧 我们想说服他在周四开会怎么表达会更有说服力 一定是什么 参会人员在周四上午十一天都可以参加 而且会议室还能预定 好 五个问题啊 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先说结果 后说原因 第二个什么 原因可以被分类的 能不能省取决于对于结果达成的重要性 第三个什么 分完类以后是可以被概括的 第四个 以分的要素是可以排序的 第五个 肯定的原因更有什么 给出原因更有说服力 我们看一下参考答案啊 老板 我们可以将今天下午三点的会议改在星期四上午的十一点开吗 因为唐总 王经理和小孙 都可以参加 而且会议室什么 还能预定 还可以说成叫做因为参会人员都可以 而且会议室什么 还能预定 如果老板问为什么 你接下来可以怎么说 唐总怎么怎么样 王经理怎么怎么样 小孙怎么怎么样 如果他不问为什么 怎么 一次表达就OK了 这就是结构性思维的方式的表达 那大家可能心中还有个疑问啊 哎呀 说这个小的案例我搞清楚了 那对于我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好 其实它背后是有个逻辑的 什么逻辑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叫做金字塔结构 最上面叫G 我们把它叫做中心思想 下面叫A和B 叫做支撑中心思想的理由 A1 A2 A3叫做支撑理由的什么 子理由 所以它由上到下不断的延伸 由下到上逐级的支撑 画出来以后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对吧 所以被形象的称之为叫金字塔结构 那如何在工作当中我都可以随意的来去搭建我们金字塔结构呢 有没有通用的方法呢 那接下来就给出我们今天课上最最核心的第一个核心支持点 叫做结构性思维的四个基本特点 那大家只需要记住四个关键词就可以啊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呢叫结论先行 说啊一篇文章只支持一个思想并且要出现在开头 我们的一次表达只是一个思想要出现在开头 所以这里表达就包含了什么 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 叫结论先行 第二个呢叫上下对应 说任何一个层次的思想啊 都必须是其下一个层次思想的概括 所以在刚才的案例当中你会发现 仓会人都可以 下面概括了什么 唐总 王敬礼小孙什么 分别是都可以的 叫上下对应 第三个叫分类清楚 说同一组中的思想必须要属于同一范畴 说人的就是说人的 说会议室的嘛 就是说会议室的 最后一个叫排序逻辑 说每一组中的思想必须要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组织 比如在刚才的案例当中 唐总 王敬礼和小孙就是一个排序逻辑 好 所以这次 四个基本特点 这也是结构性思维当中特别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 给大家来看几个案例来体会一下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中国最权威的报告 对吧 这一份是关于实事求是的一个思想路线的一个片段 来 给大家看完以后呢 让大家来去找出来说 这个文章和报告当中 有哪些地方是符合结构性思维的四个特点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很简短是一个截取啊 如果我告诉大家说这个报告啊 特别结构化 大家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地方符合 首先就是什么 结论先行 上来就先说什么 什么是实事求是对吧 登登登分三点说完了 还说什么 还哪顿符合 下面每一段的开头什么 跟上面符合 上下对应 同时呢 他在每一段开头这一句话 在这一段当中也符合什么 结论先行 结构性思维是源于麦肯锡 那接下来给大家看几个麦肯锡的案例 大家看麦肯锡的PPT有什么特点 黑点的是吧 大家一下看出了核心内容 还有什么特点 标题是黄的 好 我们来看标题啊 大家看 他标题比较长对吧 好 最近发现他每个标题都是一句话 那麦肯锡的顾问 可以怎么非常自信的跟他客户说呢 说啊 您要是有时间啊 就把我们报告详细看一遍 您要是没时间呢 把我们报告所有的标题都看一遍就可以了 因为他做到了什么 结论先行 下面所有的文字和图表全是支撑他的结论的 回忆一下 我们工作当中的报告有没有这样的标题 关于上半年生产量的统计 关于什么什么的分析 关于什么什么的报告 这种标题都没做到什么 结论先行 最后呢 我们来去做一个挑错的练习 然后结束我们这个章节的这样一个内容啊 大家看 假如说这是一页PPT或者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报告的提纲 大家用结构性思维的四个基本特点来去看 说哪个地方不符合四个特点 第一个叫影响身体健康对吧 下面说了一个叫睡眠的问题 还说了一个叫思想负担重的问题 对于身体的健康的定义包含思想 不一定对吧 但大部分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不包含的对吧 所以它不符合哪一点 叫上下对应 所以上边小 下边什么 大 所以说起来应该怎么改比较好 叫影响身心健康 对吧 好 所以大家体会这个过程啊 所以它不符合上下对应 你说出来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好 再看一个 说这里边有一个 左边有一个工作效率低下 右边还有一个降低工作效率 这不符合哪一点 不符合叫分类清楚对吧 个人利益有 对公司里面还有 好 那我们姑且把这个去掉以后 大家再看这个小点叫影响学习生活 下面说两点 一点叫不能按时下班 第二点叫周六日不能和家人在一起 大家觉得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吗 这两点说的都是什么 都是生活对吧 你发现它叫影响学习生活 只说了生活没说什么 学习 所以它不符合什么 上下对应 叫上边大 下边小 好 大家说上边大 下边小有什么问题 大家体会一下 说你好不容易写个报告 得出个结论 说老板咱们应该增加产品的营修投入了 结果你在下边列理由的时候 根本就不够支撑你的结论 大家觉得老板能接受你的建议吗 肯定很难 对吧 同理 上边小 下边大会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老板 我最近发现公司总部和分部 垂直观里有矛盾 你看 我给你列出几点 结果下边一二三四 就第一点是说国理矛盾的 二三四是说别的问题的 这种工作汇报一定也是什么 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叫上下对应 同理啊 包括叫大的标题也是一样 叫员工加班危害大如天 如果要完全符合结论先行 上下对应的话 应该怎么改 应该说叫员工加班 对于个人和公司危害都很大 这讲的叫做结构性思维的四个基本特点 那我们说结构性思维的四个特点 要给大家分享完了 说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说可以帮助我们做到 叫做隐性思维显性化 显性思维工具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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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